二旗最终形态的战力 堪称《假命骑士》中差距最大的鸿沟 这边踩着主旗的头当狗打 那边却可能被个精英怪单杀 最直观的反应表现 便是他们的战绩保护期 第八名 克罗兹熔岩龙形态 勇者圣仪形态 保护期三级 哥俩好 堪称海尔兄弟 设定曲线简直一毛一样 死女友 人气高 形态帅 但就是硬战绩这块 上不去 熔岩龙保护期短纯属点子背 大伙都知道 识别龙每次拿到新形态没几节 百分百会撞其他人的保护期 例如基础 垫给战兔气泡瓶 果冻龙撞红蝶登场 伟大龙撞旧式主变狂吧等 这熔岩龙自然也是一样 他在创期TV第31话初次亮相 一上来就熔灯战力巅峰 可别不当回事 大伙仔细想想 有几个二旗的最终形态 能打包票 稳吃主旗过渡的 但好景不长 龙我只当了三级的创期第一战力 在蛇皮怪成功变身埃伯尔后 转头立马被一脚拿下 交出一血 而飞踩圣衣吃鳖的原因嘛 很简单 有挂咋玩 哪怕他登场非常晚 也还是比不上老谭 无敌这俩挂鳖 和有梦共战时还能偷点输出 无敌爹一走立马原形毕露 跟大我一行人一起被酸菜打爆 驱动器都给盖没了 想保护期就整三级 第七名 八龙柠檬能量装甲 魂骑深渊魂形态 保护期五级 仅从战绩吃鳖的角度来看 魂骑和八龙的待遇 差距还是蛮大的 傲娇拿到创世纪驱动器后 直接就能压着真红打 吃鳖时也能跟对手打得有来有回 如果不是为了给傻成挡刀 傲娇估计还能再扛一会儿 没那么快解体 而反观成哥的深渊魂 那败的真是随随便便了 TV第33话中 面对护魔者 刚刚变身的成哥还没动手 就被一个技能炸毁了基础形态 不是哥们儿 真就传给小尊无限魂让路呗 第六名 马赫死火形态 仅其审判形态 保护期六级 同样的保护期 不代表拥有同样的含金量 死火作为登场最早的二期最终 为马赫赢得了吃鳖缸 这个光荣称号 为啥 因为你登场早 就意味着挨揍多呀 死火的初次吃鳖 有点剧情杀内味 本来一直压着机械变印体打 好好的突然脑子抽了 开始换轮胎秀操作 结果给自己秀死了 被对面抓住机会 一个生龙拳 再接一顿毒打 惨遭吃鳖 反观景奇吃鳖的原因 竟是主旗双色怪人的最终太强 TV第42话中 W释放大招 被对面反弹回来 一次性打劫提了两个人 A哥还在旁边打惯呢 莫名其妙 拍了自家人打 主旗吃鳖带上老二了 数一生 谁是保护期最长的神人二期 第五名 巴尔肯狂暴加特林形态 太里五神之刃形态 林诺斯灵形态 保护期八级 好嘛 仨这神排一块了 五神之刃作为目前为止 最有含金量的二期最终 在TV内的表现可谓逆天 从城头砍到城尾 一点都不带怂 路过条狗都得挨他两刀 因此硬要说 唯一能克制他的只有全线狗 第48集中 苏埃尔面对金牛五刃 还有幻想猫猫三位神人 毫不犹豫地发动了时间回溯 五刃大王 含泪败退 狂暴加特林 白奇同样战力报表 初登场就一个人 按着老千和任杰的头爆锤 可以说是给足了面子 他首次吃鞭是在TV第37话 被亚克不讲武德搞偷袭 用恶意侵蚀 强行解除了变身 可以说 狂暴加特林几次解体 都不是因为打不过 而是对面玩不起 直接搞骑士系统 这谁顶得住啊 而雷诺斯的灵形态 虽然登场较晚 但战绩也非常逆天 在TV第48话 不抵死神一魔神 才迎来了首败 这个没啥好说的 单纯就是硬实力被碾压了 不过能顶到临近大结局才吃鞭 姐夫已经脖子无憾了 第四名 假面骑士G3X 保护期12级 说实话 G3X绝对是被大多数人 所低估的一个强力骑士 即北条桥底cast off后 G3的风品只能说 懂得都懂 但冰川使用的G3X 在剧内表现真的够顶了 第34话才首次吃鞭 并且还是在纯克制的情况下 他枪管子都打冒烟了 水天使压根不吃物理伤害 近战数据也被碾压 那咋办嘛 输得真不圆 这憋吃的还是比较合理的 第三名 流星风暴形态 受其害怕形态 战棋升华形态 保护期14级 作为一拳打光二棋待遇的猛男 流星与A哥一样都是人生赢家 TV中宛如战神 鲜有败绩 但再无敌的人都会有挨揍的时候 严格来说 流星这么长的保护期 其实是掺杂了一些水分的 风暴形态 第28话登场 在第34话曾被狮子座击败过 但没有解除变身 后续也有过跑路解体记录 真正被打回人形 是在第42话 与戏齐的宇宙状态一起 迎战射手做boss 吃了一剂透心良品A 倒地解体 战棋的生化形态也一样 在解体前有过败绩 第34话中 他被马银吸血鬼击倒 剑都架脖子上了 眼看着就要捅下去的时候 小杜眼机手快 一个防御降临 战棋这才逃过一截 勉强保住自己的战绩 直到第41话 他被太阳和主教连手打败 正式解除了变身 而兽棋可就大不相同了 人家是实打实的 硬实力强大 害怕一掏 基本等于游戏结束 还尽量跟钻石王龙武一样 杠杠 他吃鞭时对战的白魔法师 也是最后跟法业无限对替的时候 才一起炸得很角色 兽业一个二棋 能五五开已经很不错了 你绝对想不到 保护期最长的二棋最终形态是谁 第二名 盖茨复活者形态 保护期21级 我来个闷声发大财啊 平常大伙嘲笑最多的鳖王盖茨 竟然给咱整了个大伙 该形态从实王TV第26话登场 直到第47话临近大结局 才被妾傻击败 并且这段剧情战力完全崩坏 简直就是把剧情杀撒大字 直接拍观众脑门上了 阿当把头塞马桶里也想不到 复活者盖茨和银河沃兹 凭啥被魔镜切傻一个技能 当场秒杀 盖茨这演员小子 明明是疾风形态 却不加速 手机转张记录啊 回看复活者的职业生涯 确实有点小无敌 不不开战士的感觉 好家伙 感情城黄石王的高光 全让你小子偷了 这就是加速器骑士的含金量吗 第一名 摩羯德目光形态 散其全副武装 保护切至今未知别 咱就是说 登场少还真有登场少的好处 虽然时常被大伙忘记 也这么个人 但战绩这块能保住啊 目光摩羯德出登场 在戈萨德第48话 目前的战斗记录 满打满算 也就只有三场 分别是刚上来 暴杀加埃利亚 大戒剧跟老豆一起 再次暴杀加埃利亚 以及最终舞台剧 联手大姐阿特罗伯斯 再再再 再次暴杀加埃利亚 可这就专门逮捕我战星术师呗 什么平成三劫追杀五帝王 看后续V片或联动剧场版 能不能整点不一样的 让目光摩羯德交出一血了 全副武装弹齐同理 整个TV都没登场几次 这类形态不仅麻烦 而且烧钱 于是就跟法爷过度一样 随便拉上来打两场就血藏了 战绩目前保持着全胜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评论区讨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